吃起立 走開 吃這個 各位學員大家好 還有一點點就要吃飯了 我們比較沉默的 還有一點點就好了 那修先生 我要在這個 新立主的建設 如果開始之前 我想要 放幾張圖給你們看 看 看說會目前 日本的 軍事的這個 實力到什麼程度 我修先生要放一張那個 這是六十 在要七十年前 六十七年前 離出台前 日本的潛水艇 倉水艦 他們的倉水艦 做到什麼程度 和美國人都嚇到 這個 這個倉水艦 是一般 一般軍事上倉水艦的兩倍大 那為什麼要兩倍大呢 因為 他們有 裡面 要放什麼 放飛鱗機 這裡 飛鱗機藏在這裏 這個 可以藏在這裏 可以藏三隻飛鱗機 再下一張圖 你們看得清楚嗎 這飛鱗機藏在裏面 這是模型 再來一張 再來 你們看得很清楚 他的鱗鱗 他的翅膀 搖起來 搖起來 他現在藏在裏面 藏在裏面 要出任務的時候 這飛鱗機藏在裏面 再下一張 這個都很清楚 對 這個是模型 還有 這是美國 那時候 那時候 日本導航 後 日本的潜水艇 放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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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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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在裏面 在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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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大就好 美國他們看著這個武器 嚇到 我稍等 這裡一項一項 說 那還有一張 這裡 有沒有 這個圖 裡面就是 那個三台 圍電機藏在裏面 這個潜水艇 美國發言的時候 嚇一跳 他們說 福加財 戰爭 他們就結束了 我們主堂兩顆 配在日本 沒有 真正 美共 遇到這種武器 他們沒辦法 因為 當初 日本設計 這個武器 就是要 走去美國的海花 走去他們 洗花 走去冬花 要塞到那裡 主要是塞到那裡 那個 那個 洗花 那裡 就是我們現在 一般 我們大家都 知道什麼 六三機 古金山 這家到那裡 藏在他附近的海底 在美國 你怎麼捏 都捏不住 現在 要 要攻擊美國時 當中就撲起來 撲起來 撕起來 煎到 這個 風扎機 一出 一出 之後 就可以 風扎 美國的重要的 軍事基地 你美國 根本就來不及防備 你看 日本人 去想到這個東西 所以 美國 在離廚 台前 之後 其實他們在離廚 台前 時 他們就知道 說 奇怪 他們一上 覺得我們 別人 很偉大 世界 我們 美國 怎麼 在控制 這個世界 他們都覺得 他們自己 很偉大 離廚 台前 前 他們才知道 說 奇怪 阿秋 怎麼有這個國家 黃種人 個子又小小的 他一般都覺得 黃種人 沒什麼 像我們黃種人 他都覺得沒什麼 結果 他們去 尋到日本之後 說 把他們嚇一跳 這個 把美國嚇到 這個 美國 黃種人 讓黃種人 批凸 這個心情 到現在為止 骨抵的 稍等我再說 繼續 再說 讓你聽 他本上 他就了解 就是說 哇 亞洲 這個日本的實力 嚇人 非常非常嚇人 也是因為經過日子 台前了愛 美國 才了解 他就說 哦 這個國家 如果不跟他好好合作 不行 又愛又害怕 又恨 他 鄉鄉之間 不知道要怎麼啦 但是經過六十幾年來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美國跟日本的 交往的當中 其實都是在正面的發展 一直發展到今天 我們有看到 包括最近 日本的政團 政壇 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 包括 一救六空年代 那時候 簽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約 一救 六空年代 在台前之後 才十年 十通年而已 其實他們簽這個合約是 一救 五空年代 1950年代 他們就簽了 1960年代 有一個更新的版本 那個就是 我們大家所在 美國日本安全保障條約 簡稱美日安保條約 那個安保條約 這條很清楚的 中日台 就是在說的 這間隔群島 台灣 都在這個安全保障條約 所以各位 當時你如果去外面 一定有人問說 哎呀 這哪有可能啦 中國這麼會準 中國會跟我們打賣 你跟他說美日安保條約 他就 就 就可以改 改 所有的問題了 因為 你們兩個國家 都會沒有民旗廟 把台灣放在裡面 說我要保護台灣 中國不是一天 說 台灣是中國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怎麼沒有看這個條約 他怎麼沒有跳起來 怎麼沒有抗議 怎麼沒有說 好 我要 趕快把軍隊準備好 要來攻打台灣 跟美日 跟美國日本宣戰 他怎麼不敢去做這個動作 他不是都發得很大聲的 啊這個 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是日本跟美國 一救五、六、六、六年來 就有的事情了 已經簽下去的事情了 他們都沒有在抗議了 所以我們只看這個條約 就知道說 第一個 我們台灣非常安全 在日本跟美國的 教育的保護資料 不是說 我想要這個土地 我來保護就保護 不是喔 這完全是照國際的法律 什麼東西 美國非常清楚 現主是 台灣的主權 國衆是什麼人的 不然他可以去找 白的國家簽嗎 他是怎麼去找日本 我們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他可以去找中國 他怎麼沒有去找中國 中國發了最大聲 日本從頭到尾 不然說台灣是我們 他為什麼要去找日本簽 他怎麼沒有去找中國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美國也非常了解 日本這個國家重要到什麼程度 所以其實過去五、六十年來 美國跟日本的交往這麼密切 受歡迎因為他們了解 亞洲 你如果沒有一個真強的國家 你沒有一個真強的國家 在亞洲做豬人 亞洲絕對不安定 這個豬人他就是找日本 台前 日出台前 美國跟日本 修帕、凡修帕 那還有一輩子 但是他們了解就說 我跟這個人修帕 這個人怎麼這麼用 用到這個程度 我都不可以去尋到過 美國人開始說 欸我也要跟他尊敬 不但尊敬 還要找他合作 所以這整個 經歷 各位同心 你們可以去思考 去想看 跟這補給大家知道 我們不用怕 一切都是教法理 這兩個國家 有實力、沒實力 大家都知道 美國怎麼可以親差來亞洲 說我要做什麼就要做什麼 他怎麼會去找日本 很多日本 問題大家都會去思考 為了美國要去找日本 為了中國沒有在抗議 你看那前一陣子 兩三個月前 為了那個尖閣、群島、尖閣、尖閣、 中義台 中國抗議成這樣 怎麼怎麼 買的都沒生氣了 他怎麼不繼續抗議 他最基本的 依法無懼嘛 但是 他們的政治 政治就是這樣 他如果沒出來發一個 他八成的說 那個是我們的 為什麼你們政府都沒有出去抗議 所以他們嫁也要嫁一下 要嫁給我 差到說多少生死開始反日 幹什麼幹什麼 放火燒 跟人家插煙堂 報火公司進去唱 大家大家應該都還會記住 這就是中國 他們就是都要撥這種的 但是正經你拿起來說 大家坐著要好好沾 拿政府出來 拿法律上的所有 款式或什麼什麼頂頂的 你都拿不出來 一項都拿不出來 所以我會把 向各位當心報告 跟你們分享 我們絕對不用怕 我們是靠法律 要來主題 我們走的是國際法 主任法 萬國共法 政經法 僵領法 一條都不會漏高 我們如果走這條路 人好人沒辦法把我們演奏 甚至 我們照這條路走 我可以說這就是真理 這真理在走下去 我跟你說 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國家 不但沒辦法把你演奏 各位把我們尊敬 各位把我們尊敬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走這條路 遇到很多問題 我們可以透過過過程當中去疏忽 我常常在跟當心說 美日安保條約很簡單 我都不要跟你說什麼 日俗美戰 那有太過沉 你就去你網路看 美日安保條約 網路把它打開 打開它就出來了 那條文都出來了 一九五空年 一九六空年 跟當時當時 那條約怎麼簽下去 非常清楚啊 那這政府知道嗎 那中華民國 微政府知道嗎 知道啊 中國知道嗎 他也知道啊 大家都知道啊 結果最無寬 你拿台灣的 這兩個政府 化料最大聲 那美國跟日本人 人家常常在做 那日本 他六十七年來 他離出台前就不得了啊 我講一些廣告的 如果不是那兩立 原主堂 正經他要打贏日本 哦 都把他放在那裡 都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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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說 我還回來 他說這句變作名言嘛 我還會再回啦 其實那時候 他們整個軍隊 都已經全排了 都讓日本兵 占掉的嘛 啊 沒有湯匠 大家都搖到 這樣 丹鼻巴 都 剩半條名 反正剩十分之一的名而已嘛 所以如果人家說起來 我們 說實在 如果不是說那兩立元主堂 美國不一定會 太平洋戰爭 他不一定會贏 啊 日本六十幾年前 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了 啊 稍等我再拿一項東西給你們看 這也是 證明了 我剛才在說的 美國跟日本的關係 好到什麼程度 因為 我們一定知道 有一台協和號飛機嘛 協和號飛機 他在2003年的時候 停飛 停飛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眼睛的聲音 太差太大聲 太差太大聲 後來停飛了 不然他在做那個協和號 商業客機 非常受到歡迎 但是 很多基調不要讓他降落 因為太差 那基民都空氣了 所以他不得意 2003年停飛 停飛之後呢 美國就跟日本說 那個煙燈 你們去買回來 把它改裝 改造 無聲 這個讓你們去做 做到現在呢 2003年到現在還沒10年 還沒10年 跌跌沒到10年的時間 我們 我上天才聽 我們府議長在說 說有一個新聞 台灣沒報出來 說協和號其實已經出來 這個新聞不知道 就是說有報出來 就是說 協和號 金和什麼程度 快到什麼程度呢 他現在沒聲音 可以做商業科技 也可以做戰鬥機 他已經 金和什麼程度 我們都知道 為台灣 飛到美國 六三基 生花 12點鐘最起跳 如果有起過美國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怕孫子 吃頭肉 拆脆 應該都多少知道 12點鐘 12點鐘起跳 他回來 像要14點鐘 回去有比較近 但是 但是也差不多 我們動作12點鐘好了 協和號 這個新聞沒有報出來 現在已經 跟什麼程度了 台灣 飛到六三基 要看看幾點鐘沒有 只有協和號 8點鐘 太慢了 幾點鐘 2點鐘 也太慢了 1點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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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 我們現在在土屋 打電話給朋友 他打六三基 說 2點鐘之後 我們來 台中喝咖啡 結果他坐飛零機 1點鐘到了 2點鐘還不可以到位 你還要跟他說 對不起我遲到了 所以 他的軍事實力跟什麼程度 說實在 日本都慢慢在做 都慢慢在發展 美國都知道 當然 日本 他自己最清楚 他很多軍事實力 其實他到現在都沒有 說 哦 拿出來這樣 報道 說怎樣怎樣 我多用 沒有沒有沒有 他都沒有 包括 秘書廟也說過 他們 美國的高層 跟中國開火 他 就說 問那個中國的官員 說 你們不知道全世界最強的空軍 是哪一國 中國人不知道 那些官員 也都說 啊 美國啊 當然是美國啊 美國那個高層的官員 說 不是 是日本 所以我 簡單 說這兩個例 就是要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 我們台灣 很安全 對外 我們有 你看這美國 日本這兩個可以說 全世界目前 最強的國家 美國是 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 慢慢來做 這兩個最強的國家 他站在我們頭前 在幫我們保護 這是第一 第二 還有一個 國家強的東西 是我們的法理論述 沒有一個國家 有辦法幫我們演奏 國家強的武器 都沒有辦法 因為說 地球 走回去原始的社會 大家會 玩笑拍的 拍看誰比較厲害 看 來 做一個 使命的 以外 我們是不可能 讓人 讓一個國家拿去 我們完全照這個法理的論述 在走 台灣 我們就是這個台灣 不可能讓中國拿去 跟中國完全無關 跟中國民國完全無關 對 所以 這兩件事 這兩件 美國跟日本在幫我們保護 我們再加上一個 全世界最強的武器 法理的論述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絕對不能讓他們爬起 我們慢慢來做 一間一間 照顧來 一項一項做 改動做什麼 改動做什麼 改動去請人來 心情新聞情 來發展我們的法理論述 來 上課 來了解 更多的東西 這是我們怎麼做的工作 現在呢 真的 都不用擔心 這兩個國家在幫我們保護 我們最強的法理論述 全世界 最強的武器 在我們台灣的手頭中 所以不用擔心 大家要繼續打招 我這段成功的這 接下來 我要說 我們新貴州的建設 新貴州 其實說起來跟全台灣都有關係 我們新貴州 目前 差不多 算起來人口 大概要600萬 580萬 反而是 由現主席的新北市 台北市 開始往南一直到 香山 北埔 去到那裡 所以我們的民宿很大 有山 有海 有平地 物產非常非常的豐富 裡面有很多族群都住在這裡 最主要的很大的族群 就是我們客家鄉親 很多都住在新貴州 所以 其實我們有很多 自願 還有很多 人材 可以好好來發展我們的新貴州 過去的我們台灣 不單是新貴州而已 其實全台灣 都讓我們這樣走得很厲害 所以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 正式接種款之後 我要開始做公益的事業 以前我們被摧殘的很厲害 你看 我們的人 我們的事情 包括我們的土地 都被亂墾 他們現在如果說要蓋一個 做什麼 做什麼 這條路 都也觀山高潔 在蓋 蓋說這條路 不經過 那在做官公 這不經過我的土地 他就透過官 那 說這條路一定要蓋過我們家的頭前 這樣我的土地才會 才會 才會 那個價錢起來 是不是都這樣 現在蓋 不緊 我給你收什麼 工程受益費嘛 這種事情跟合理 非常沒有合理 不然我們平常是在 納稅金是在納什麼 怎麼可以再把我們收一條 工程受益費 我們 納稅金 本來就是 說 我信任你政府 你替我做事 要讓地方繁榮起來 我已經錢交給你 交給你 交給你了 所以你如果沒有 不洗頭 你在地坑沒有洗頭 你絕對要落這條地方 地方稅 叫做工程受益費 你如果有洗頭 不但這條你不用落 你還可以說 我們的土地在那裡 你路一定要蓋 經過我那裡 你就要來這裡蓋什麼 蓋什麼 我的土地才會嫁妥 甚至說 我這條地就不讓政府 就好了 沒關係 你要蓋什麼去蓋什麼 他就用工費 通過預算 做什麼 那條一條 他就很嫁妥 其實那根本沒有錢的條 但是你只要有洗頭 你管做得有夠大 浩康營都幫你包 結果呢 台灣沒有一個法治的 關念在的 完全是人質的社會 人質的社會 社會就亂了 他都可以透過關閉 透過關說 透過金錢的往來 條件交換 去做對他們輸人 不是公家 也不是對白生 對輸人優利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台灣 一直被摧殘的當中 而且在這當中 價值觀被破壞了 我就說過了 我們現主是台灣很多人的 多數的 很多人的 價值觀是什麼 交換式的價值觀 交換式的價值觀 這是很少的價值觀 因為這是中國 他們那邊拿過來的 沒有他們怎麼包 他要跟你交換 買官 要跟你理他交換 還是說對他優利的事情 他覺得說這條錢 他可以讓你 他可以賺錢更多 他是在頭上在賺錢 所以這整個價值觀都亂去 都是交換式的 我們台灣武器中 其實都受到這些事情的影響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好 我們在拜神明 是不是很多人說 你保避我怎樣 我就要給你怎樣怎樣 我就拿什麼來幫你拜 你這集的 待會給我對 我就關一千萬 給這間廟 我就幫你做一個新的金 金心 金心 我的三月三月三月 對 做佈地市 做歌 叫歌舞團 來跳舞給你看 你如果保避我家怎樣 我就怎樣怎樣 這種交換式的價值觀 其實在我們台灣人的心觀點 我們自己都沒有感覺 但是我要來發言說 這是一個很錯誤的觀念 因為我們在拜神明時 其實不能有交換的心態 說最簡單就好 神明如果他跟你交換 他就不是神明了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應該就說 我們就要拜 你要拜 你就有自己的心心 你去拜就好 其實不用跟神明交換 因為那是我們自願的嘛 你有那個心 你一定要跟神明說 我會做好事 這才是政客的關聯嘛 我早上交通違規 我來這裡幫你回室 我昨天亂丟垃圾 你要跟神明說這件事 因為我們是透過這個關係 才會懺悔 因為神明會跟我們基督說 向善 他沒有在跟我們交換 你這樣也可以跟他講 我昨天交通違規 所以 你也可以幫我保閉說 這張紅燈 不要把我開 不要在叫我來問家 你這樣可以這樣 不行了 但是我們台灣 很多這種交換式的東西 其實到現在都存在 這是一種很不好的 價值觀的輸扣 所以我們自己 在生活當中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說 未來我們台灣 不能用這種 價值觀下去輸扣 這樣我們台灣才會進步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種交換式輸扣 自然人的心就比較清 那清之後 你做事情就很清晰 你就不會說 我今天接到一個生理 印到一個失效 來保路 你的心心心意去做這件事 你一定是全心向善 甚至你把生命揪著過 說我一定要做對八生 有膨脹的事情 所以你會叫 叫整個機器來 去這個樓 去這間房 這個丹媽家 要保15公分 你就要保15公分 不像說 我們現在台灣 扣扣扣扣 像我這邊 這邊去日本 人家的樓 很多 很多 很漂亮的 你說當天 當天 都市比台北 最不大兩倍 至三倍 人家像是五倍 我沒什麼記憶 真正我這幾天去 我看人家的樓 撲得很漂亮 不像我們台灣 去到市櫃 都一天一天一天 一天 從樓基頂開始 人家的樓就很平 所以我在車上 跟我們一些酒店 在開槓說 我們就是要 學人這種的 好的精神 那個樓 樓你要的丹媽家 你要撲多高 就是沒有很多 多高 所以我們台灣 你如果說 有那個誠心去做 不要用交換式條件 你自然去做 很好 很有水準的事情 我們如果看 大家的樓 那丹媽家 就要撲起來 那刷 那刷照 都要撲起來 那是 那樓的品質 說實在 我覺得那傻人也看到 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 甚至 官員 大家都不知道 那明明是 官山溝捷的產品 那樓 我跟他說 那一樓下去 差不多 五公分 但是你如果說 這條樓要撲十五公分 你只剩五公分 剩的十公分 你跑去 剩的十公分 我跟你們說 跑去 去喝酒 去唱卡拉OK 去洗他們的落地 所以這種交換式的價值觀 一直存在台灣之中 我們台灣就是不進步 我們未來就是要把這些事情 一項一項再改過 不能再這樣做 那都是 那都是我們的工 辛苦錢 火灌錢 六歲金 結果 露你撲到這樣 家裡亂去 現在青菜一個工廳 要去什麼館 什麼館 什麼館 圖書館 什麼中心 其實那裡沒有很多 所以未來 我們要改的事情 很多 所以 從摧殘到現在 大家如果沒有感覺 這件事會繼續下去 但是 今天我們要了解說 台灣政府過期很慘 不是只有選舉 選輸 當然選舉 我們知道選舉已經都是過去式 跟我們情形都無關 我們都騙60幾年了 但是我們在生活上 遇到的挫折 其實不是這樣 選舉我們都別說 我們只看生活的品質就好了 所以我跟一些市議長 我們在車廳 我們就在說 人家這 真的是很好的模範 後來我們要引進 這些好的東西 一間一間 來建設台灣 我一間一間來故意報告 地方公益 這是 在 我第一次不來 我們有接到政權 這是第一件事 我要做的 因為怎麼樣呢 我們知道 年 在賣那個 我們會 是不是都一些黑馬桑 在搶二爪 是不是都我們台灣人 那一間的車 那個 抓太多 那一間 那一間黑馬桑 那一間 我常常看到 那三三四四 那都八十歲 那看得真正 會讓你老面子 讓你覺得很難 還有一些小孩 沒有錢 沒有錢 和營養 無餐 就交不出來 所以我們地方公益 一定要第一項 我們要趕快做 只要我們手頭有錢 我們趕快來 救這些 艱苦人 不可以讓他們 找風 拍日 那有的 兩幾 上面還有一個 補帶有出來 那是補帶有出來 補帶有出來 補帶有出來的 我太多了 還有一個八十幾歲的歐巴桑 早上五點半 去到腳車撞死 自於是沒有他 我那份 我又加起來 我又留在我的桌子上頭 所以這地方公益 我們一定要做 我也知道 現實是很多小學 小朋友 營養午餐 交不出來 那營養午餐 我們這多少錢而已 營養午餐 一個班級 不是說一個兩個而已 五、六個 這我聽到 我是聽一個 小學老師 親吹跟我講的 我們今天台灣 很多艱苦人 這些艱苦人 我們今天第一倍要做 這些艱苦人 是怎樣的艱苦 因為 這接下來 我就是要講這些 等一下也會講到 因為我們的生活空間 被壓榨了 錢都讓人淘汰了 我們像總理在講的 一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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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錢 政府一百塊錢 只有三十塊 放在八成的政府上 剩那七十塊 跑去哪裡 就是我這樣講 去喝 去學生 有紅包 可以買 有大間房 買拿來大 有好的車買買自己 來塞 都 這樣 一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繼續在發生 所以 我們第一步 一定要把這些事情做得夠 包括 九十萬的孩子 他們做學貸款 都不用錢 這應該 國家你本來就要是 培養這些孩子 怎麼會說 他做學貸款 他如果有錢 他要幫你做學貸款 我問你 他們就是沒錢 老婆婆做 做頭髮很難 做頭髮又找不到 頭髮想要做又找不到 現在台灣是這樣 想要做又找不到 結果那些 中華民國的將領 沒有退休金 沒有 年終獎金 說還要造反 我覺得這些人 一點人性都沒有 貪得無厭 真的是貪得無厭 把我們台灣人的錢 我們的納稅金的錢 一條一條 拿去用 憲法也要把你去 每個人都要去 八成在乎他都不知道 當然啦 我們一個笑話就是說 他自己的人民 照顧得很好嘛 當然啦 他都中國那邊來嘛 難民啦 他沒有認同台灣這塊土地 他哪有可能跟你建設 他現在都在黑錢 所以我們的生活空間 我們生活空間 被他們壓榨很厲害 正經有要找頭髮 有要做的人 也是找不到 好啊 所以我們來做的事情 很多 這種地方普查 就是說 我買 拜託各位動心 我們接正款之後 甚至我們現在 都低減去注意 就說 欸 住民間的廟有到尾什麼人 生活比較難看 大家 注意一下 我們接到正款之後 較快來幫助這些人 正經有錢 讓那些歐巴桑 七八十歲 出去這樣 賣玉園 吹風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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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阿虎 那事情很可憐 這種工庫人 我們台灣太多 我們就要更快說 這也是說 要把我們 要怎麼說 激勵我們 我們更快接到正款 更快要扣 大家鄉親 我們今天 就要更多人 心情性問題 跟他們說一些 很淺顯的東西 很困難的 我們不要說 法律上問題 我覺得不用說太多 要讓他們說 生活上 現實上 我們咱們 什麼問題 我們阿伯要怎麼改進 我們說過去的缺點 我們自己要講得出來 我們有什麼方式 來建設未來的台灣 讓這些人更安心 快來參加我們台灣民進府 這大小時候 我們今天都要一項 一個一個來 來好好照顧 我們自己的鄉親 接下來 接下來就是教育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這也是 其實這也是 被我們交代的一部分 過去六十幾年來 都是中國社會教育 中國社會教育 就是我剛才說的 他們都交換式的價值 價值觀 他沒有跟你教說 生活上 你怎麼對人 對人 這個正確的價值觀 下去 譬如說 一個說最簡單就好 他都也跟你說 要有禮貌 結果最沒有禮貌就是他們 叫你做事情要有所規矩 最不所規矩 都那些政府官員 財富都有都是沒事情 財富都沒事情 你這個做給孩子看 叫孩子說要守規矩 不怪現在很多少年孩子 他也不守規矩 他覺得這個沒什麼 財富很多錢的人都沒有得到 都沒事情 我走路閃個紅燈算什麼 我走路工弄到也不用毁失礼 這個算什麼 你貪幾個月都有材料 都有都沒事情了 你要叫我們的社會 不要說孩子叫大人去 相信你們說話是政客的 你要讓我稅後說 我說你這個人很好 你這個政府很好 哪有可能 所以我們社會一直在斷 這就是教育的問題 我們自孩子的教育 怎麼開始要改變 基本上因為 這教育我會非常重視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這是千百年大業 我們如果一台一台下去斷 一台一台斷下去 我們就不用煩惱說 阿爸的孩子會變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教育把它弄得很好 我要簡單說就是說 教育上面 我的分很多 包括說語言教育 這種耶穌的文化 包括心靈上的教育 像我們現在是台灣 台多數其實人都很好 都很善良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 亂去之後 所以比說說 這些人都是傲人 我們的社會 像比做這樣 好像不守法 你才可以拿到你要的東西 你才可以拿到你要的東西 你如果說車一台車 他看紅頂子 快衝過去 他衝過去 他很高興 心理 非常的得意 但是你那是在做破壞社會秩序一種行為 這很多 這個教育過程當中 我們就要了解說 我們要心靈教育 去說你怎麼去尊重別人 塞車的紅頂 你改動就是改動 人家說我趕緊要拼過去 拼過去 拼過去 對你到底是什麼影響 我想也想不 但是我們的教育 哪像都一直在教 這種所謂過去 中國式的教育 都在教你說什麼 要用頭的 要用唱的 還有貪便宜 所以很多社會現象都出現了 我就是說 我一定要把這塊做得好 是怎麼樣呢 我們台灣 過去失落的東西 我一定要拼起來 因為我們台灣人的基因很好 我們像秘書長在說的 我們剛才前排的時候 中間完全沒有警察 沒有軍隊 為什麼台灣人 還可以整個機機 整個月 都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問題一樣都不用做 這表示什麼 我們日本時代那個時候 大家的水準都很高的 資安非常好 教育的水準也非常好 講到這個 我想很多人知道 其實我們台灣在 六十多年前 甚至以前前 全世界就知道 我們台灣 我們月日的比例 全世界全五名 這是 這資料差的 對 不是我自己在這裡亂說的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台灣那時候 進步什麼程度 所以當時 中國一些難民 走來的時候 很多月日 也把你走去做 修學校長 走去 歡迎做官 走去 苦工所 走去回家 我們先不要說 我們說自己就好 其實我們的基因很好 那時候整個基因 其實到現在都還有 只是我們被壓抑了 我們的環境都被破壞了 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的基因很好 很善良 所以現在如果說接政官 我要請 我要請日本的老師來 這些退休的都沒關係 現任的老師都沒關係 要做什麼 因為 來教我們的孩子 來教我們的老師 培養種子部隊 因為 日本有全世界公認 最成功的道德教育 最成功的理學教育 那很多老師 我們就請他去買 給他生娃 這麼大錢都不用擔憂 我們用很好的資源 告訴他們說 我們台灣需要你們來 來教我們的孩子 培養種子教師 種子教師培養之後 分發到每個鄉鎮 國小 國中 高中 去教我們的孩子 教我們的校台 把這些種子都散開之後 我們台灣自然那個水準就起來了 我就是說我希望說 我們講 我們現主席 日本無國 這些老師 因為過去67年來 英國發展了很好 到現在為止 就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們就要請他去買 開始給我們台灣的 過去補兼的東西 請他們去買 給我們好好費用 這樣 這是我 要快做的事情 如果說 語言教育 語言教育 現主是 以 身體來說 因為客家鄉親很多 所以我 想說 新竹母語是客語 所以小孩子 進去 進去小學 中學 他進去他就是講客語 很自然 我們也來鼓勵 鼓勵說這些家庭 鼓勵這些學校 你跟小孩子說客語 我們叫這個人口比例做 這些我們用鼓勵代替懲罰 說到這個 我們還要說到一個 價值觀的問題 現主是全台灣的學校 是不是還有什麼 警告 小過 大過 又過來 留下查看 小過 三個小過 還可以換一支大過 幾點 他就是在幫你威脅 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教育 觀念 他們從頭到尾 不會幫你這個孩子鼓勵 他就用威脅的 你做不到事情 你就要記過 我用記過 你三個小過 跟你換一個大過 怎麼不說三個大過可以拿採券 可以拿幾點數去7-11換東西 我看他們整個這樣做比較快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這個 完全拿掉 我總共要完全拿掉 我們不能說威脅 用威脅式的教育 絕對以後不能再用了 你在威脅小孩子 小孩子以後長大 他也是威脅你 他威脅這個社會 因為他已經為我這個方式正確 他讓大人告訴我 我很威脅 所以那小孩子 小孩子感情 感情說了不好 我要幫你打流星 我要幫你怎樣怎樣 要把你的照片怎麼鋪上網 這種威脅的這種思考文化 做生理做不成就要怎樣怎樣 有什麼糾紛 一點點小糾紛 也不是說很大的事情 都用那種 幾乎就是用這種思考觀念在進行 所以我說教育制度很重要 要用鼓勵代替這種懲罰的文化 我們來鼓勵這些孩子 你如果譬如說你客氣講得很好 你就可以拿到獎學金 你可以寄家獎 寄大功 你可以代表學校去做什麼什麼事情 有的小孩很愛打球 有的小孩很愛威脅 我們不要去抹殺他 我們應該鼓勵 這個小孩 假設他的身材不是很好 我們也不要跟他說 你身材不好 你不能打壓球 壓球就是什麼棒球 我們是在講壓球 要說棒球 我們不要跟他說 你身材不好 我們要鼓勵說你打得很好 你如果打得很好 這樣我可以送你去 去接受日本的夏令營訓練 他是不是很高興 甚至你可以跟他說 你現在打球 你要好好打 然後你的成績 也必須要到一個某個程度 你才可以到一個比較高的階段 像美國 如果看美國那個打壓球的就知道 打壓球的也知道 其實他們都有規定說 那個小孩 他大學生 要去打職業棒球 職業籃球之前 其實他們都有規定 你在學校的心情 平均成績不能低於多少 我們用這種高力的方式 有個小孩不在打掃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把它帶進來 多多少少 他對這裡切 切 切粉頂館的事情 有些了解 這就是我在講的這種 鼓勵性的文化 我們要去好好提供 高力這些小孩 你圖圖圖得很漂亮 那些小孩 我們的社會 才會正常的下去發展 所以我說這種教育制度 阿拜 既大過 全部都拿掉 絕對不能有這種東西 不能說 都是用這種威脅式的那種方式 在教小孩子 社會 阿拜就會很和樂 我剛才說語言部分 我們講到客義 包括英語日期 都是未來我們要做的工作 現主席的英語日期 都去補習班 其實說來 這是很重要的議員 我也是說 後面我們的學校裡面 必修課程 英語日語一定要修 這這這這 這都是 為未來我們要做的工作 因為現主席 跟很多無路的東西 說實在 我感到 好花用時間 來補營業和營業 他們 很多孩子 補物理化學 一四人他用不對 他們 雖然說補到很深 沒有必要 你只要給他一些簡單的 基本的 體積就夠了 其實不用補到那些深 所以 他們補到高中 補到台下 還繼續補那些 很多物理化學 我就 我就都殺了 這些東西 你當時用得對 五百的孩子 你看有幾個用得對 不會 都用不對 所以我們社會 整個做這種專業的認知 不夠 這就是 六十七年來 他們教育制度 設計的錯誤 當然我們不能期待 他設計得很好 但是我們既然知道 他們教育制度 就是 擴充的設計 都做得不好 我們就要把它改過來 改過來 走一個很正確的路 包括這種藝術美學 譬如說 我現在要去 我們來 去那個很漂亮的 比如一個文化中心 這個 這個就是美學啊 這個就是藝術啊 那裡面有多少多少多少人 要在裡面 你只穿那個圖 說這個建築物漂亮啊 不 那就是 很重要的東西 現主持到現在 為止 我們台灣 有哪個建築物 讓你覺得印象深刻的 讓你覺得很漂亮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 拿出來 去外國人店 說我們台灣有這麼漂亮的建築物 到現在為止 有嗎 我個人是都沒有 沒想到說 我們有一個建築物 有代表性 沒有耶 101沒有算 那那個沒有什麼代表性 我說實在 以我個人來看 那完全是商業的炒作 那哪有美學存在 沒有啊 它純粹是商業啊 那如果說來去一個建築物 包括我們的主體區 主體區的建築的設計 其實我們大家都差不多都 住那個 人屋子室比較多嘛 公務嘛 更多嘛 那這些 明天不用拚 說 我相信包括我在 värld 大家都住那二間 入去 它的格局就是這樣子 外觀就是這樣子啊 但是人未來要做的工作 很多就是說 這種美學 要放在每個人的想法裡面 教育裡 我們的教育過零當中 就要加這些東西 那美學就是 我稍等又要說的就是 美學不是說我們看國外的東西 漂亮就是漂亮喔 因為我們現時 我們臺灣有很多很漂亮的東西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沒有去發覺 我就是要靠過 我們的教育制度 調整和改變的過程當中 我要把這個美學全部放進去 真正臺灣的文化的美學 臺灣的真正文化美學 在臺灣的古山種嘛 古山的東西很多很漂亮的 我們都不知道要拿什麼好好的利用 都不知道說那是很好的國保 真正漂亮得怕死人 唱歌也唱得很好聽 新竹這麼多客家有文化的東西 我們沒有在發覺 我們一定要去國外去學那種美學的東西 不一定啦 當然要去學 去打真好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說 一定要去那裡學嘛 因為他們生養 還是說人好一個國家 他們都有特殊的 自己的環境 自己人文的東西 背用出來 那是他們的東西 不是說不好 那我們來做來 做參考 你如果說有想要發展他們那條路 也是真好的事情 我要強調就是說 臺灣自己有很多好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要去好好的利用 所以我不知道說 我一定要把很好的東西 學校也可以請高砂族的 怎麼這麼快 他很富責任的啦 他很富責任的 我簡單說就是說 我們臺灣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我們要去把它帶出來 包括學校 我也可以請高砂族的老師來啊 教孩子學度啊 請我們客家一些新傳的老師 對客家文化很了解的老師 去便庫本啊 教孩子學度 去了解說 客家的文化 它的美學的元素在哪裡嘛 這都是我們一項一項要做 經營很多項啊 我們都一項來做 做這個 阿伯今天臺灣才會比較漂亮啦 我現在時間不夠 我要簡單說一下 讓你們先了解就是說 農業 漁民 跟勞工 我們必須有講過 臺灣的這三個是臺灣的大寶貝 我們要好好把他們照顧 醫療免費 我們不要說現在 現主席那種不公平 我們都不要說 我們說 比較有建設性的東西 農民很辛苦 當然也要讓醫療免費啊 這是天經地義嘛 他們種東西給我們吃 這麼辛苦 一個風太下來 都沒有錢賺好賺 辛苦幾個過月 種種子在那補餐水 補水果 啊 風太一掃過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要讓人補充 這是我們臺灣的鄉親 我們自己的事長 我們自己的老伯母在做的事情 我們當然要好好保護 身體照顧 他賣的東西 給他很好的價格 透過企業經營的管理方式 因為他們很多 只是人家靜產規矩嘛 他什麼都不知道 沒關係 我們有領域 我們來把他們的東西消出去 來 我們做內銷 如果比較好的 我們看怎麼安排 內銷去 去到日本 去到世界各國 像說我們臺灣的銷子很出名的 我們想到 九年為止 今年我不知道 九年為止 銷子已經連線 像五年在日本第一名的水果 非常 特地我們臺灣驕傲了 我們這個都要做 這個在地文化就是我在講的 剛才說 我們有很多文化 很好的東西 美學都在裡面 我們要好好保存 當然那些地名 校民 街民 這些都要改 這你們大家都比我更清楚 拜 拜 那些奇奇怪怪的名字都要改掉 你們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種在地 觀光與地方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東西出來之後 其實 國外觀光客 他要看的東西是什麼 他要看的是你在地的東西 正經有水準 我是說正經有水準的觀光客 像歐美 日本這種的 他要看是了解你的地方文化 他不是說來這裡 我一樣買得到名牌包包 他要做什麼 他要來買的東西是 有你古山做特色的包包 衣 帽子 有客家特色的東西 這樣才會跟他去 他們不過來 你如果說要一個名牌包包 他的國家就比你更多 甚至他們自己在出色 他要來這裡做什麼 所以我們不可以去做那裡 不要去跟這些東西 我們應該去創造一個有地方特色的 一個觀光的地點 來創造我們真正的那種 不但是經濟的價值 而且是文化的價值 你如果說在那裡 我說在地是怎麼要在地 你主人你會驕傲 你會覺得說我們家裡 我們住民家裡 我們鄉頂島一島在做什麼 那像我去日本 我說我們台灣的選擇 你們最愛吃 我就覺得說我很驕傲 那最好吃的 全世界最好吃的選擇 是我們台灣種的 這就是在地文化 在地特色 元素我們都來加進去 照正 我說有幾分鐘 超過了 超過很多 超過了 好啦 我五分鐘以來結送 我知道大家肚子餓 我不好意思 照正 因為現實是我們所有的鄉鎮 街道都沒有規劃 房子都沒有規劃 交通都沒規劃 路開 打開 都穿菜亂開 我就說過 還有很多觀山高潔在裡面 所以我未來 我想要來照一個城市 差不多10萬平 五千人的人口 重新規劃它的街道 重新規劃它的住宅區 讓大家 有充分的空間 生活的那個 我們這個 模範城市 如果開完之後 我們還可以複製 鼓勵說 大家去 去拌 新的那些土地 裡面 交通 交通 我們可以透過交通 去改變人口的結構 人的生活型態 像說我們新的酒這麼看 結果沒有一個很好的道路系統 沒有很好的公共的交通 交通系統 我們這都要重新去規劃 周立的這種捷運系統 甚至我們可以跟台北酒 我們隔壁還有一個台中酒 我們隔壁還有一個台中酒 我可以找酒 因為很會來思考這些事情 阿拜 反正只有一個捷運 你就可以遊臺灣了 這個媒體 媒體 媒體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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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主持 太多的商業媒體了 其實這些商業媒體 對我們台灣沒有什麼棒 所以我 我願意說 我可以來去一個 客家的電視台 廣播電台 然後呢 裡面來加一些比較有 比較有 價格的東西 像我們知道 台灣那個發現頻道 國外那個發現頻道 人那個頻道就是做的這麼棒 沒有話講 包括說 可能成立公共電視台 因為現時是 全世界電視台做得最成功的 都不是最業電視台 都是公共電視台 都是工家出錢在做的 這些人才有發動去發推 做很好的東西 讓我們大家 社會台中在看 小孩大人都可以看 社會秩序 所以我覺得 說簡單 警察權 警察權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警察權 比較 弱一點 阿拜我們社會要好 其實警察權要往上拉 要給他們更多的權利 其他就你來幫我打算 我知道大家 拜託祝亞 我就不要再說了 六分鐘夠了 好 謝謝各位 謝謝你們的時間 謝謝 請客氣 謝謝 請問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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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